我觉得还是体制给他们造成的压力 因为上面他就发一个指标 或者一个硬性的命令 就是之前他们收到的命令 就是4号要清零 你想嘛 这么大的传染性的疾病 怎么能说清零就清零呢 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中国特色了 就是他下一道命令 那么各基层的领导就得去照办 那么他怎么完成这个指标和任务呢 那他就压他的下一级 所以呢这层层压下来 也不给你 不会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 他就是要你完成这个指标 如果完成的话 责任自负 后果自负等等的 所以就造成各基层的人 那我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呢 我就要不择手段呢 那最后出了事情 肯定会有人顶锅 那只要这个人不是我就OK了 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种 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 像刚才修明也说了 会把有感染病例的人群集中 拉去某地去隔离 那么我们那边就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嘛 航空学院那他虽然说现在不收钱 但是我问了一下那边的老师 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个费用 就是到时候还是会加到学生头上 就是会给你另一个别的名目 让你来交这个钱 包括我也问了我以前的一些同事啊 当然不能透露他们姓名 就是他们现在有的人 只有百分之大概五十的人 就是到厂里去上班 在厂里隔离 那么剩下的人呢 被通知在家里 在家里隔离 然后这个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 让你这个休假 所以呢他们就会问 要不要这个不是我自愿休的假 是你强迫让我休的假 那么要不要扣我钱呢 或者是补假呢 那隔道的回答说是不会 但是他们都不相信 因为在上一次要求他们 强制他们带来家里的时候 等到解封了以后 他们去上班都要求他们 补齐在家里的假 所以呢他们也是 也很多很多抱怨 所以这个清零 是一个硬性指标 为了完成这个指标 产生了很多乱象 比如说有个朋友说 他们48小时的那个检测 是有效期是48小时 他们以前每隔一天都会去检测 然后大概晚上两三点 都会要他们排队去检测 但是现在已经第四天 这第五天了 都没有再让他们去检测 这个就很奇怪 那么不检测就不会有数据 就不会有增加的病例 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了 达到清零这个目的 做再多奇怪的事 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谢谢大家